哈囉我是烏龜 今天要來講一下COC裡面的法術的特性 主要是要討論 有沒有可能在 沒有被 彈跳法術涵蓋到的城牆範圍內 我們的部隊還是可以跳牆 那如果已經明白這一點的老玩家們 就可以直接跳過了 沒有關係 我們要先知道 COC裡面的法術主要有幾種作用的方式 有一些是你必須要 待在法術的範圍裡才會起作用的 譬如說治療法術就是這樣 那有一些法術是當你 離開了這個法術範圍的時候 你還是會帶著這些法術的效果 短暫的停留在你的部隊身上 譬如說像狂暴就是 那之前我的理解 彈跳法術感覺是作用在城牆上 但是好像這樣子的理解是有點錯誤的 彈跳法術也是作用在我們的部隊上 它並不是讓城牆失效 它是讓我們的部隊可以無視城牆 而這個彈跳法術也同時具備了這個部隊 離開法術範圍之後 還可以短暫的帶有彈跳效果的這一個特性 所以我們就要來討論一下 彈跳法術加上狂暴法術的話 有沒有可能讓我們的部隊更容易的在 跳過 沒有被彈跳法術範圍涵蓋到的城牆 我們拿這個證來試看看 我們先把外面的這些 不重要的建築物先清掉 那我們等一下會使用三種冰 快慢不同的冰來做測試 有胖子 野蠻人跟武神 好現在外面的建築清的差不多了 我先丟了一罐的跳跳 那很明顯 這罐彈跳法術我會沒有讓他蓋到城牆的範圍 大約是離城牆還有一格左右的範圍 這很明顯一看就是跳不進去的 但是我們同時下了三種冰來試看看 胖子 野蠻人跟武神 但是我們看到了速度快的武神是跳進去了 因為武神在離開了彈跳法術的範圍之後 還短暫的帶有彈跳法術的效果 這個時間大約是一秒鐘 這是在這個COC Wiki上面看得到的數據 如果有錯誤的話 還請大神們給我一些指點 那如果我們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再加一個狂暴法術疊在上面呢 那會有什麼樣的情況發生 我們來試看看 現在這兩個法術的範圍都疊在一起 我下了一樣的部隊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幾乎全部都跳進去了 只卡了一隻胖子 所以這的確是有可能可以奏效的 剛剛是胖子和野蠻人都跳不進去 現在加了狂暴法術 胖子只卡了一隻在牆外而已 那如果是照這個道理來說 我們是不是也可以用加速法術 而不要用狂暴呢 那我們再試看看 如果是配上加速法術 我丟的是一樣的部隊 胖子還是跳進去了一隻 卡住了一隻 野蠻人則是跳進去 沒有問題 那這個武神我就沒有放了 這一定是沒問題的 所以以上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走得很慢的部隊 所以在使用這一項的下法的時候 還是會有可能會卡牆 但是只要速度不要太慢 譬如說像野蠻人這樣子就可以了 只要加上了一些狂暴或者是加速的話 就可以等於把它想像成延伸我們彈跳法術的範圍 簡單的想可以想成這樣 其實他只是延長了我們這個部隊 帶有彈跳特性的這個時間而已 那當然實際上我們還是用狂暴比較好啊 加速只是加速欸 並沒有增加我們的破壞力啊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